大家好,我是Jay,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特斯拉财报,4月23号下周二啊,盘后,大家不要错过,到时候老师会直接上来去做这一个直播的,那最近来说的话,特斯拉的股价呢是急剧下滑,这一个周末又传出了各大车型的这一个降价,那么这个毛利润 Growth Profit Margin是不是真的没有戏了呢,还是隐藏着暗基,那我们知道其实上一期财报里面,马斯克还有特别是这个CFO呢,是有多次指出了,使用了非常多不同的这一个方法呢,去尽量的调低这个成本,那最近我们看到特斯拉呢,也是有大财员的这一个消息是透露出来的,那么可以看到促销是全面的进行中,去把这一个业绩补一下, 但是大家要注意对吧,现在接下来的这个财报呢,是去讨论这个截止三月底的这一个记录财报,所以后面的一些影响呢,可能不会这么快的就是被看出来,可能要等到下一期的这个记录财报才有,这期视频呢,我们去讨论一下这个财报的一些大的看点,然后再讨论一下这个特斯拉未来的一些走势,如果是新来的小伙伴, 欢迎订订订阅老师的这个频道,谢谢分享,订阅点赞,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视频 那在这里呢,我们先回顾一下上一个记录财报里面的一些highlights,包括2023年的这个走势 那么可以看到来到这一边呢,Model Y是全球对吧,销量最好的这一个畅销款的这个车型 也看到能源储备呢,也在2023年呢,得到了125%的这一个成长 对特斯拉来说的话呢,它的这一个汽车以外的一些业务,还包括这个AI方面的这个发展和研发来说的话呢 其实还是有这个energy storage deployment,也就是能源储备的,特别是在megapack这一方面 一会儿我去讨论一下,在未来来说的话,为什么这里有可能是变成它的一个大的一个看点啊 那在这里呢,上一期财报我们讨论的最大的两个看点,一个就是自由现金流FCF,free cashflow 另外的一边呢,就是去看这一个growth profit margin,去看这个毛利率有没有开始稳定下来啊 这其实都是华尔街非常重视的 那么自由现金流呢,其实还是非常的充裕啊 我们看到特斯拉在这一边呢,短期经济压力呢,还是比较的少 自由现金流在2023年达到44亿 我们可以看到在第四季度来说的话呢,总共的这一个现金和投资呢 是再次的增长了30亿,达到了291亿 所以其实特斯拉的手上的现金呢,是没有太大的这一个压力和问题的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一个净收入,net income这一边来说的话呢 上一个季度是79亿,全年的GAP的这个收入呢,是达到了150亿 所以其实整体来说的话,这个自由现金流呢 在2023年全年呢,还是挺不错的 这个还是在这一个增长的这一个支出的前提下 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一个研发来说的话呢 特别是对于AI这一方面的呢 特斯拉是有提高他们的这一个投资的啊 但是在这个上面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净收入来说的话 特斯拉这一个卖车出去的赚的这个钱呢,还真的是不少 这一方面其实我们去跟另外一家高成长的公司去对比一下的话 特别是在股票的这个valuation估值上面呢 我们是能看到很大鲜明的一个变化 比如说我们去看一下特斯拉股价过去五年长线的这一种变化来说的话 对,现在相对来说的话呢,是从高位呢,是回调了不少的 大约是63%左右 但是这不阻扰在过去五年里面 特斯拉的股价如果你是在疫情前去买的话呢 它给了837%的增长 这代表你投资1万的话你有8万多 如果现在还是在长线持有特斯拉的话 另外一方面来说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市值呢是达到了4600亿 之前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特斯拉的这个市值呢 在位列7强的时候呢,现在比较是超6,Super6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之前的这个特斯拉的这个市值呢 是在前10的基本上稳固在那里的 那么经过这一次的股价下滑之后呢 是跌到了第17名 夹在了这个SIMA,EXR Mobile 还有石油巨头 还有这一个联合健康的中间的 在这一边呢是达到4683页 排名是第17名 但是还是位列在这一个三星啊 腾讯这些超级巨头的之前的啊 所以它的这个估值 价值来说的话呢 还是相当的排列在前茅的 但是股价真的是贵吗 那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市盈率 对吧 Price Earnings Ratio P Ratio 所以我们去看一下的话 特别是跟它市值一半的这个AMD 去相对来说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特斯拉的P Ratio呢 是34.17 因为股价其实有不断的下滑的 但是它的这一个净收入Net Income呢 非常的强 也就是代表 其实它赚的钱是不少的 所以跟股价相比来说的话 这个P Ratio 其实对成长股来说的话 已经算是 特别是特斯拉来说的话呢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是低一点的 记得之前Meta 股价跌往80到100的时候呢 当时的这个EPS还有P Ratio呢 都相当的低啊 显示这一个价值 当时Meta都跌成了是一个 这一个价值股啊 Value Stock 那么AMD来到这边 我们去看一下它的P Ratio 当然AMD的股价呢 也不断的在最近呢 是有所下滑的 我们可以看到AMD的股价呢 跟高位区比的话 已经回调了30% 也影响了它的这一个P Ratio 那过去五年里面呢 AMD的股价呢 是增长了425% 但是我们去看的话呢 它的市值是特斯拉的一半左右 2369亿 但是它的P Ratio是279 相当的高啊 相当的高 在这里呢 这个完全是高成长股的 这一种的这个对比了 那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个差距呢 其实这还是从AMD的 这个财报里面去看出来的 那么可以看到 在三月的季度财报来说的话呢 它的Net Income净收入呢 是负1.39亿 对亏钱公司 六月来说的话呢 是2700万 九月呢 是2.9亿 然后十二月来说的话呢 是6.67亿 从负变成是正 然后增长呢 每一个季度都是由往上去走的 但是我们看这个额度呢 显然如果去跟特斯拉去比的话呢 还有一大截的这一个距离啊 在这里其实华尔街和投资者呢 更加多的是 期望向AMD的这一种AI 对吧 人工智能领域方面的 这一个未来的发展 把股价是持高 但279真的是非常的高 那为什么 特斯拉的PE反而是低的呢 我可以看到 三月的净收入25亿 这个数字基本上呢 已经比AMD的全年的这个收入都要高了啊 六月来说的话呢 是27亿 九月来说的话呢 是18.5亿 然后来到12月这一边呢 是7.93亿 全年来说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财报这一边是有去写的啊 150亿GAP net income 在2023年 第四季度这一边呢 是有79亿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特斯拉这一边来说的话呢 特别是2023年的早期的时候呢 基本上在AMD那边 你可以看到 它是有每个季度都是在增长 在特斯拉这一边呢 是稳定一点 直到了这个全年的这个第四季度左右 但是手上的这个钱呢 特斯拉还是非常可观的 PV ratio来说的话 如果你在比较哪个股价是贵一点和便宜一点的话 我们是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一个AMD 相对来说 估值和自己的这一个balance sheet收入去比的话呢 是有一定的这个差距的 那大家会说 那是不是英伟达也涨到了对自己的这个估值呢 是有点失去抛锚的这一种的这个涨法呢 那因为达的股价也下跌了不少 但是跟AMD和特斯拉去比的话 过去五年 我们是看现在啊 因为确实过去两年是涨了不少的 来到这里呢 最近下滑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五年里面呢 是翻了16倍左右 是在AMD和特斯拉两者之间最大最高的 但是其实你去比高位来说的话呢 我相信特斯拉还是排在前面的啊 毕竟AMD来说的话 是最近这一波AI的热潮呢 跟英伟达一起被带上去了 来到这里呢 我可以看到英伟达的PV ratio 跟AMD的270去比的话呢 它的适应率只有63 其实之前华尔街一直在讨论过的 也就是这一个英伟达 特别是它的40V ratio 因为我们现在这里看的是 过去12个月的TTM Trile in 12 months 但是你往这个4PV ratio 往前面去看的话 英伟达的这个multiple呢 还是非常的便宜 因为英伟达赚的钱 比特斯拉和AMD还要多 这就是为什么估值能跑上去 两万亿这一边吗 因为增长也快 但是英伟达的增长 会不会继续的去快呢 其实马斯克在4月初这一边呢 是讨论过AI的这一个发展的啊 在这一边呢 马斯克其实简单的就去说了嘛 Last year it was chip constraint 这是代表在芯片 特别是人工智能芯片的供应方便呢 是有这一个bottleneck的啊 有这个供应链的这个问题 也就是代表供应需嘛 People could not get enough NVIDIA chips This year is transitioning 你们看到就是马斯克说 对上一年是非常需要 英伟达的这个芯片的 但是现在呢 就到了这一个人工智能发展的下一个部分呢 也就是其余的这一些设备和这个配件 那么现在他在看的呢 是这一个电压护感器 Voltage Transformer Supply 那么电压护感器这一边来说的话呢 像Hidachi啊 这一些日本的这一个制造公司来说的话呢 都是龙头 但是在北美呢 也有家也就是通用电 General Electric 通用电器 那么通用电器的股价呢 大家也可以看到一路上升 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下哦 GE呢 最近是分成了三家不同的公司 GEV Virona Virnova那边呢 才是他继续会有这一个电的 这一个电器的这个概念的这个公司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GE来说的话呢 是GE Aviation 也就是他的这一个飞机制造的这一个部分啊 另外一部分呢 是GEHC 也就是他的这一个医疗设备的这个部分 里面也有人工智能概念的 而且是比较深一点的 GEV是最近被分出来的 这个是专门是讨论Energy Equipment 就是能源的这个设备的 所以如果想跟着马斯克的这个思维去看 今年很流行的这个Voltage Transformer的话呢 就基本上对吧 有这种GE概念的 最近这一个日经指数呢 涨的是不少了 所以对日本公司来说的话呢 有点见顶 然后开始在横盘的 日央行的这个动作呢 也是比较是一个未知数 所以先摆在那一边吧 我们可以看到接下来呢 马斯克又是预测的 In a year or two The constraint is just electricity supply 电的供应 一两年之后呢 也就是代表AI的发展呢 是看这一个电力的这个发展 那么特斯拉来说的话呢 对MegaPack能帮助 能帮助 这个是大型的能源储备 这个呢是特斯拉的另外在发展的 它的汽车肯定是摆在前面的 因为大家去超充对吧 去这一个特斯拉充电站的时候呢 都会看见特斯拉的这个品牌 道路上行驶的车也有 但是MegaPack呢 就比较是少看到一点的 但是它确实有做像太阳能 还有能源储备的 那这些不显眼的这一个概念 对一两年之后 以后电力特别是重要的时候 会不会担当一种不同的这一个角色呢 我觉得应该是有的 因为在前两年的时候 英伟达已经开始 在研发人工智能了 但是那个时候 人工智能给它带来的这一个收入呢 显然是没有这么大的 那么前两天我跟你去说 对吧 英伟达的股价会跑到接近1000去 上900 因为人工智能 当时比较难看到 因为它的财报上 主要的这个营收呢 还是来自于大游戏 这些上面的 所以如果我们去Big Picture 去想 除了人工智能 除了汽车之外 特斯拉有没有另外一个 脱银而出的这一个概念 会不会往这一个方面去研发 那么看到 对于马斯克来说的话呢 其实他一直是有去讨论 现在市场缺点什么东西 所以觉得这个就挺有意思的 因为很少人在讨论 这个能源储备的这一份 毕竟前两年来说的话呢 AI的讨论一直是存在的 但是后来研发出来 像英伟达 给英伟达带来这么大的这个盈利 还是很多人为所见的 所以对于未来的思考的时候呢 都是要去想 市场呢 是会往哪个方向 进一步去发展的 所以重温一下 回到特斯拉的这个财报上面 我觉得对于这一个guidance 对于这个指引呢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如果我们去看 它的这一个交付数据的话 4月2号这边去出来的 生产呢是412376 交付只有369783 这个毋庸置疑 Model 3跟Y上面 这个季度来说的话呢 是一个很大的miss 所以我们看到股价呢 也承受了这一方面的这个压力 但是这不足以促成 特斯拉变成是一个赔钱 或者要平临破产的公司 我们刚刚在财播这一边看到了 基本上呢 还是有非常多的钱 拿在这一个手上的 而且每一个季度呢 虽然你看到这个净收入呢 是有缩小 但是不至于便只是赔钱 毕竟一个这个公司呢 过去四个季度 每一季呢 不是赚十几亿 就是几十亿 这个还是相对可观的一个收入 毕竟全球有几个电车 纯电车的公司呢 能去说自己是有这一种 惊人的这个盈利的 所以特斯拉还是在这一方面呢 显示出来了自己龙头的 这一个地位 如果我们关系看基本变的话 这一方面来说的话 还是非常的强劲的一个发展 大家想要看到的呢 就是这一些毛利来说的话呢 是去稳定 因为在2023年 大家可以看到的 在过去19年到20年这一边呢 毛利都是挺不错的 16.6 21.0 25.3 25.6 这里呢 进入熊市的时候呢 美股进入熊市的时候呢 就开始下滑 2023年只有18.2 但是这不至于把它变成是 负3或者负5 这样子的一种的 这个快的跌幅 只是开始是这个变少了 operating margin来说的话 也是去了9.2 如果这个是特斯拉本身 自己能控制的因素 去造成这个毛利润的话 我会担忧这个公司的前景 但是我们知道2023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在2022出来的时候 完全感觉到美联储呢 是从这一个接近零的利率呢 把这个利率提高到了 现在5.5%的这一个 所以把利率提高到5.5%的 这一个现在的这个水准 是美联储历来最激进的 这一个加息的步伐 这才促使呢 这一个特斯拉的 这个汽车的这个销量呢 急剧的下降 因为我们知道的嘛 你去买车的时候 你得看利率啊 不是租赁 利息就是去带分期付款 那全款的人还是有的 但是更加多的都是分期付款的 所以在这个上面 利率这么高的时候 这肯定对他需求有所打压 但这个是在特斯拉能控制之外的 因为这个就是一个经济周期的这个影响 所以往大局去看的话呢 big picture呢 利率会一直维持在高 然后永远不降息吗 这个显然不会的 因为总有一天经济会撑不住的嘛 所以现在呢 我们就是去看 那么今年美联储是连年的放音 在最新这一边呢 我们看到特别是美联储三大家 Williams呢 都已经说了 有可能会去 对吧 有可能会去考量这个加息 还有cash carry那边 也是去推了一把 美联储疑师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特斯拉对应的这一边呢 在这个周末就开始又去这个降价了 所以没办法 因为这个大经济宏观 现在来说的话呢 就是利率维持在高位 更加长的这个时间 同时呢 我们看到 美国政府压力这一边来说的话呢 在发展也没有停下来 为什么呢 因为不断的要去给这一个 这一个 对于国外的这一个援助啊 特别是在乌克兰的方面 还有这个中东 以色列的这一个局面上面呢 都是需要更加多的这个军用补助 但是那些军用补助的费用呢 又是从发债 对吧 发美债这个上面去走的 这怪不得标普目的 三大平行这一边呢 是看空了这一个美债 然后美国的经济的发展这一边 因为这一个债务呢 实在发展的太快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 黄金暴涨 加密币资产呢 也是往上去涨 对减半是有用的 但是这更加多的 其实是对于这一个金融的 这个反应 金融市场的反应 对于美金的这个信心呢 是有所下滑的 因为最近这一个美国财政部 发展还是的确是比较多 所以为了避风险呢 就是躲进了这一个黄金 黄金突破了这个2400美金 一奥斯的这个大关 回到 所以宏观来说的话呢 就是看利率什么时候下来 这个对于特斯拉的财报呢 就会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 另外一个就是前一阵子出来的 这一个利好啊 我发现最近大家都没有在讨论 我第一个在做这一期视频呢 就把它拿出来了 也就是这一个Supercharger超级充电 北美这个充电标准呢 那么可以看到 NACS有北美充电标准的 这一个充电的Stall呢 已经达到了15000 特斯拉Stall呢 达到了这一个27000 也就是代表对吧 你有电车 你去充的话 这一个北美充电标准的 这个兼容性之后呢 更加多人会看到对吧 这一个特斯拉的这个品牌 所以对于它的这个brand exposure 特别是这个光环呢 有一个很大的这一个帮助 另外我们看到 不只是北美这一边 欧洲对吧 英国这一边的石油巨头呢 BP呢 也是直接去购买了这一些 这个超充的这个设备 而且是大量的这一个买入的 所以代表在全球各地呢 你都是会看到这一个 特斯拉的这一个步伐的 因为我们要去想嘛 比如说主要的竞争对手 像比亚迪啊 或者蔚来这一些 那么他们的这一些充电的设备 会不会出现在 这一个北美这边 特别是在美国和加拿大 或者是在欧洲这一边 欧洲这一边可能是 有一定的这种可能性吧 但是你说充电的这一种 这个infrastructure基建来说的话呢 其实特斯拉的最多 而且突然 对吧 明天大家都不买特斯拉的车子 或者这些超充都变成没有用的话 那这个是非常的浪费啊 特别是对于以后的这一个 为了去控制这一个气候变化 climate change来说的话 这个大方向 汽油总有一天呢 石油总有一天是会被用完的嘛 所以到了最后 还是得去看可代替 可再新的这一种能源的这个考量 所以电车来说的话 还是一个大趋势 老师这一边呢 是住在这一个加拿大的 那我们这一边呢 是有这一个carbon tax 这个碳税 那碳税摆在这一个汽油的这个价格里面之后啊 这个汽油的价格呢 变成基本上全球之冠了 所以以后呢 其实各国公司 各国来说的话呢 是有这一种的这个趋势 因为有一些用的是 price cap cap and price的这一种的这个系统 不是每一个国家都在用这一个carbon tax碳税的 但是以后汽油车的这一个负担来说的话呢 特别是因为这一些税摆进去之后 把这个负担来说的话增加的话 那电车到了后面呢 可能又会再次的变得更加的是值得去持有的 所以我觉得对于未来的这个变化呢 还有很多的这个因素 可以去影响这个特斯拉的这个变化 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呢 我们退一步可以看到更加多的这一些的这个变化 另外一边我们去看FSD来说的话呢 这个周末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索尔这边去发了 12.3.5最新的FSD的这个版本呢 已经是推出了给这个员工 所以正常的顾客呢 应该在未来的两天呢 是会收到这是这个周末比较大的一个新闻 马斯克也有回这个帖的12.4 才是真正下一个大惊喜呢 而且这12.4更加贴切来说的话呢 应该是13 我们看到自动驾驶呢 在这一边 特别是这种全人工智能的靠神经网络的发展呢 最近显然的有加快的速度 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嘛 马斯克讨论过了 Compute Constraint 算力呢 是有这一个短缺的 然后呢 在特斯拉的人工智能发展中呢 就比较的慢 但现在英伟达的高端人工智能芯片到位了 然后这个训练模式也开始上演了 我们就看到FSC的这一个进展呢 开始加快了 所以有的时候一转神呢 特斯拉的这一个变化呢 就又有了 所以还是那句话啊 记得锁定老实的频道 不要错误更新 最后我们去说一下股价的变化 那么来到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日线级别呢 是补齐了 1月初这一边的这一个缺口了 145左右 所以周一这一边呢 我们先看一下 减价的这个反应 通常特斯拉减价的时候 我们看到股价会受到一些压力的 但技术面来说 这里都已经补齐缺口了 配合着这一个周五SMCI杂盘 然后把英伟达 还有人工智能概念都拖下去 我们看一下周一 会不会出现这种反弹的迹象 但是在财宝之前呢 我觉得对于top line 还有bottom line来说的话呢 第一个刚出了这一个财宝的反应呢 可能是先下滑的 但是在电话会议 特别是看到了guidance还有指引 然后另外的就是去讨论 model 2有没有被取消掉 在这一个未来的发展上面呢 可能有所转机 但是我们如果去看过去几期 这一个特斯拉记录财宝的 这个表现来说的话 基本上每次股价 基本上都是在下滑的 在最近过去几次的财报里面 我们去看一下这一次 2024年一季度会不会有所改变 欢迎小伙伴们 也是在这个刘文区呢 写一下自己对特斯拉前景 还有财报的这个看法 在投票区域呢 我们可以看到 谢谢大家投票啊 周二财报最大看点 一个就是去看新的车型 model 2和roadster 另外就是去听一下 AI的发展 FSD Dojo 还有特斯拉机器人 然后就是去看一下这个无人出租 all in来说的话呢 是有多少的这个all in 另外就是这一期视频 去讨论的毛利 还有现金流的这个变化 好 以上就是这期视频所有的内容 现在要观看 记得分享 订阅点赞 我们下次再见